主着双拐有人用我去给你们打工吗 当同龄人都在上大学找工作的时候 我也成不甘心的主着双拐去应聘 但得到的都是直接或者婉转的拒绝 年少的我也成抱怨命运的不公 让我们一出生就输在了起跑点 可是就像崔万智说的 既然出去找不到工作那我就在家找 于是我开始了我的网上兼职之路 当父母已经睡醒一觉 我还在噼里啪啦的打电脑 当老公半夜醒来上厕所 我还在直播间巴拉巴拉的说 虽然我屡战屡败并没有做出多大的成就 但人生就是要不断的去折腾 不断的去试错 生活虽然很困难 但我一直都在努力前行